蘇格蘭公投名義難測 英首相緊張入惡夢 今天中午眾所矚目的蘇格蘭独立公投就要登場 不過各方名道顯示 可能有高達14%的民眾還沒決定 結果怎麼樣實在很難講 英國首相卡麥龍超緊張 甚至做了獨派勝出的惡夢 在半夜積極 各派陣營最後衝刺卯足全力顧票 不過因為戰況激烈 難免擦槍走火 英國工黨黨魁米蒂丹 前天去愛丁堡和民眾對話 被兩派人士包圍 嗆他是騙子 他也回避獨派出見招 不僅英國內不緊張 如果蘇格蘭真的獨立 卡麥龍政府可能得下台 還可能引發歐洲連鎖效應 讓想獨立的地區跟進 東新聞綜合報導